这些年我总执着于出身 急着想要证明我自己 毫复丰功能地向你提亲 可是在生死这一刻 我后悔了 我真的怕 我真的怕再也见不到你 人生两大苦 求之而不得 拥有却失去 现在老天爷手下留情 让我失而复得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 祖师爷在上 我上官仅我对天发誓 从今以后 我再也不求世间功名 只求能与你永世相伴 上官仅我 我警告你啊 你要对我好一点 不准欺负 都要做新娘子的人了 还这么调皮 我会让他回来 再去 这一步 万一 都要做上官仅 因为你能研究 需要 用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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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去会会他们 请我 当真是你 师父 当日功入武当的是我 左掌门胸口上的那一剑也是我赐的 只不过当时他已经身中剧毒 遭遇回天罚术了 杀人凶手 竟可以在此趾高气扬 左掌门是为了天下人牺牲的 怕要全下有之也会感到欣慰的 混账 武当掌门左锦德高望重 你出手将他置于死地 这是大逆不道 你竟然口出狂言 毫无困住之心 师父 与妖魔交手 不攻磨略何来良机 弟子为了天下出生入死 我当可以不知道 难道师父还不了解吗 师父 今我师弟向来心之口快 但并无坏心 请师父息怒 是啊师父 今我这次虽然有些过分 但是 他是为了斩妖除魔 拯救天下苍生 还请师父 还有武当的诸位多多见谅 鼠膳三结 名震天下 没想到 竟是一群苟且之徒 一个下毒手 另外两个 何谋隐瞒 如此看来 与那天羽妖人 又有何等区别 少在那位言耸听 我鼠山那名门正派之手 且由你污蔑 名门正派 当日你在武当所使的招数 我看并非是鼠山剑法 倒是与那天羽妖女相得一张 白眉真人 难道现在你们鼠山已经不练剑了 改练魔功了吗 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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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掌门所言当真 师父 此人小题大做颠倒是非 我问你是怎么回事 师父请息怒 弟子为了接近魔地之人 重新动用了我体内的魔器 不过这一切全是权宜之计 我发誓 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动用体内魔器了 类传们 这个孽图 是我从天域边境带回 体内天生带着魔器 我们以为 可以加以绪化 隐相挣脱 可今天看来 是我太过仁慈 我愧对于武林正道 师父 我不服 善过锦武 为师之所以赐你名为锦武 就是希望你能够随时警惕自我 行事切勿率性而为 你此行既是初衷是好 行事太过肆意妄为 你体内的魔性难处 难免再生祸害 今日 威师只能除去你体内的魔性 以泄天下 师父 师弟 属山弟子上官捷舞 无事门归 残害武林同等 前辈 今废聚一毕 求于伏魔谷 诸身随过 以敬效尤 师父 师父 师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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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师弟 师弟 师父那好狠心 为什么 师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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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弟太突然 如果 不给武当派一个交代 我们属山剑派了 难道 中原武林的追责 师父才处此下策 其实师父是心疼你的 心疼 他根本就是因为我是魔族的血统 所以对我偏心 他拿我当天罪药 师兄 我不想活在这里 师父最疼你了 你帮我求求他 你帮我求求他 金王 我一定站在你这里 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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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呢 苏英呢 我 我想见他 师父下令 不许任何人接近 只允许我来探视了 不过你放心 等师父的气头过来 我就悄悄带苏英过来 师兄 除了苏英之外 你是我最信任的人 你一定要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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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帮我呀